好来关心这起社会案件是在台中一名通气犯 他捏造自己是五星级酒店总裁潘斯亮的弟弟 还只是国安局少将指挥官 于是他跟这个王姓女子成功骗婚了之后 他也进一步诱拐了老丈人78万元的退休凤 直到老丈人身心疑惑之后呢 他才开始落跑 那么整起案件呢已经闹上法庭了 夫妻两人甜蜜的举办结婚典礼 办了数十桌邀请亲友参加 不过这些亲友都是女方认识的人 男方这边一个人都没出席 因为这名男子是名诈欺犯 隐瞒身份骗婚再骗财 夫妻两人一位拍结婚照 照片中的这名男子扬成自己叫做盘恩亮 是五星级酒店总裁潘思亮的弟弟 也是五星酒店的股东 自己则担任国安局寿将之日挥官 博得王姓女子的好感结婚 但他真实的身份叫做张忠迪 46岁是位国中议业的统弃犯 今天要开会 一两一两 都报报报报报报报 你知道吗 那你怎么发现 我都骗的空气了 嫌犯就像这样子 常常讲电话 杨庄国安局长来电 以特殊身份陆续骗了老丈人78万元 骗财又骗色 嫌犯目前因别案再监服刑 台中地院依照诈欺取财罪 再判处10个月徒刑 但老丈人不舍 女儿被骗 退休金又被骗光了 要再上诉 中天新闻称广热圈育肉 SNG小组台中采访报道